嗨,大家好,我是一直减肥不成功的胖迪 我太难了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Web3相关的赛道 那么在上节课当中我们就提到过了 Web3呢,它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范畴 不是一个单一的赛道 所以说呢,这节课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好好地聊一聊 Web3相关的赛道都有哪一些 那它到底囊括了哪一些呢 你像我们熟知的DAO啊 NFT啊,包括DeFi啊,元宇宙啊等等这些 其实都涵盖在Web3当中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跟大家去解析一下 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关于底层基建哈 我们说没有经济基础就不要谈上层建筑,对不对 那么其实底层基建对于Web3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它迈出的第一步 那我们说一个大楼不打地基的话 我们不可能去盖上层的,对吗 所以说底层基建啊,包括通讯,包括技术,包括供链,存储等等 都是Web3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现在的Web2世界 那我们想今天用互联网的话呢,是不是得有最基本的基站啊 5G啊等等的这些 所以说啊,那在Web3当中呢,它也是需要这些基建的 这个是底层技术 所以说啊,抛开底层基建的话 一切都是空谈 那么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二个赛道呢,就是关于DAO 那我们叫它去中心化的组织 其实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字面意思 那相当于我们目前的企业而言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目前企业是由管理层 而且是自上而下的去进行管理 由发起人呢,去经营 但是在去中心化组织DAO当中呢,则正好相反 那只要我持有代币呢,就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 并且呢,我是具备发言权跟表决权的 那由所有的成员来去共同的经营 而不只是由发起人去经营了 那举一个例子哈 今天一家公司要收购另外一家公司了 那按照目前传统企业的这种方法的话 那肯定是管理层去决策 然后去进行实施 但是呢,在DAO当中呢 大家通过投票,通过表决 通过人者见人,智者见智的方式呢 来去进行投票的表决 那么当然少数服从多数 如果多数同意去收购呢 那么本项提案就能够去通过了 那这个呢,就是去中心化组织 也是在外部散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了,它有它的弊端嘛 也是有它的弊端的 比如说效率低下呀 看过无惑之众的朋友都知道 那么其实群体它会表现出来的几个特征 就是效率低下,容易情绪化 而且容易被引导,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DAO 第三个呢,就是GameFi 那它也叫炼油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融入了区块链元素的游戏 那么其实炼油的组成部分啊 第一就是Game,游戏 第二呢,就是Finance,金融 第三呢,就是NFT 有这三部分共同去组成的 如果说我没有一句话就总结啊 其实就是把游戏金融化 融入了金融的这个元素 以金融为核心 那么把里面的服装啊,道具啊等等的这些 都NFT化 那么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是什么呀 就是P2E的这种方式 那么玩家呢,可以在玩的过程当中去赚钱 那么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啊 可以赚取到像加密货币啊 或者是NFT啊 然后再一次将加密货币或者是NFT 进行公开的售卖 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赚取收益 那么我们看一下,相比于传统的游戏 它的区别就在于 传统游戏的道具啊 或者是服装啊 其实是需要平台去买入的 都是平台发行的嘛 那么在进行二次交易的话会比较受限 那么如果平台倒闭的话 那我们其实所赚取到的这些 道具啊或者是服装啊 就不再属于我们了 那么最终呢 玩家赚取的这些收益呢 会流向平台 但是GameFi呢 就让玩家对自己所有的这个资产呢 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哎,我想去赚取我就赚取 我想去交易就交易 那么也更加促进了玩家的这种积极性 和游戏的公平性 像之前比较活泼的Xie Infinity啊 或者是The Sandbox啊 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去激发了 玩家的这个兴趣的 但是目前呢 我们说都是趋利性的 GameFi游戏 目前它的可玩性比较低一些 目前很多玩家呢 都是奔着他能够赚钱 所以才去玩这个游戏 那对于用户呢 是留存不足的 当然呢 我们值得开心的是 终于迈出了第一部 GameFi游戏 走出了它的初心 当然在后面呢 会更加的完善 第四个呢 就是DeFi 它的中文名字叫去中心化金融 其实很多朋友对去中心化金融 并不陌生哈 因为去中心化金融出现的比较早一些 那么什么叫去中心化金融呢 其实它也是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 把现实当中的这些金融活动呢 全部搬到了链上 那所有的交易呢 实现了匿名化 自由化 只要满足规则 就可以自由的进行金融活动 比如说我们的链上借贷平台Maker 或者是交易平台Uniswap 或者是一些理财平台 例如Maker就是一个借贷平台 那我们在链上呢 可以进行抵押 然后呢 从平台借出某一种资产 然后呢 在用完这种资产之后呢 把利息和本金全部还回去 那我们就可以拿回我们的抵押物了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链上的银行 还有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像Uniswap 那么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跟中心化的交易所区别在哪里呢 那其实在中心化的交易所当中呢 需要由买方和卖方 那么进行撮合交易 才能够达成这笔交易 那这个撮合呢 是由中心化的交易所 他们人为去做的 但是呢 在去中心化交易所当中 就不需要交易所人为的去撮合了 而完全由流动池里面 进行智能合约的自动撮合 所以说呀 里面我们的资产等等的各方面 都会有很好的保证 然后呢 资产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DeFi 当然DeFi当中呢 还有很多很多 像理财啊 保险啊 这些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个赛道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五个 可就是非常活爆了 它叫NFT 其实啊 翻译过来 它叫非统治化代币 但目前呢 它已经扩展为像数字藏品啊 游戏啊 域名啊 虚拟世界等等的 它的特点呢 其实就是具有唯一性 跟其他的统治化代币 代币不同的一点啊 就是NFT 它有自己专门的一个标签啊 没有任何一个是相同的 就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片叶子 是相同的 是一样的 那么在外部森的世界里呢 其实它是对确权来说 是不可获取的一部分啊 其实对于NFT来说 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其实啊 让NFT一下子火爆的 有一个事件啊 就是有一幅画拍出了 6900万美元的价格 一下子就把NFT市场给带火爆了 就是这一幅 当然了 我可能没有太多的艺术细胞啊 那么这幅画呢 一下子就把NFT的市场给带动起来了 那很多人都质疑 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价值呢 或者是有这么高的价格啊 其实是因为NFT这个新鲜事物的出现 包括它应用了区块链的一些技术 还有一个咱们不得不提的啊 就是无聊员 就是这个 其实啊 无聊员目前它的市值 已经达到了35亿美元 那为什么不得不提它呢 是因为众多明星都在追捧它呀 像NBA的球星库里 麦道纳 包括咱们周总周杰伦啊 都是这个无聊员的 狂热的爱好者 而且也花高价去买下了无聊员 那么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无聊员呢 其实啊 无聊员它是NFT化的这样的数字藏品 那么无聊员呢 没有任何一只猿猴是一样的 它的11个部件 包括400多个零件 都是通过编程随机去产生的 举个例子 就像大家去开盲盒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我将会买到什么样的 像开出来什么样的这个无聊员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猎气心理呢 就促使无聊员的市值一直在去升高 当然了 这也是对于NFT领域的一个新的尝试 那么NFT的火爆呢 迅速催生了一些平台的崛起 像海外的OpenSea 目前它是最大的NFT交易平台 包括Lookare 那么国内呢 也不甘落后啊 像蚂蚁的这个金探 京东的灵溪 包括像腾讯的换核 虽然现在已经下架了 都是涌入到这个NFT当中来的 所以说NFT啊 它对于未来Web3里面 是一个确权不可缺少的部分 当然了 它还有很长的路要去发展 那现在呢 它正是一个探索的阶段 那我们还是那句话 要保持理性 保持理性 还是保持理性啊 那么第六个我们要说到呢 可能是大家熟知度最高的一个了 那就是元宇宙 那么元宇宙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现实世界映射到链上的一个虚拟世界啊 那其实元宇宙 它只是一个上层建筑 我们最开始说的 Web3它才是一个底层的基础 基建才是底层基础啊 那么未来的元宇宙呢 我们说它会有无限的想象力 那么但是呀 也需要建立在硬件设备上 其实元宇宙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玄乎 它也是需要硬件去接入的 需要我们连接现实与虚拟的这个世界 当然在未来可能最先发展起来的 就像VR啊AR啊 这些硬件设备啊等等的行业 是最先起来的啊 所以说可能元宇宙我们一听 这个名词不太好去理解 好像很科幻 但是实际上啊 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高大上 其实也没什么 所以在这些硬件设备发展起来之前呢 对于元宇宙来说 都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想象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基础设施这么重要啊 比如说我们没有公路的话 那再造出科技含量最高的汽车 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基础设施啊 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去先行的 比如说现在用到的公链 那这个就是基础的设施 那在公链上开发这些APP 要基于公链 才能够去进行这个开发与应用 那么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讲到的 关于Web3的六个相关的这个赛道 当然呢 以上我们提到的任何的项目啊 任何的代币啊 任何的公司或者是企业 都是给大家去举例说明哈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么本期的内容就到这儿了 下期大家关注我们继续来讲 我们下期再见